如今经济环境不太好,手里有点资产的人都着急寻求投资途径,银行大额存单利息低,还抢不到。楼市直线下坠,股市一塌糊涂,期货更是难懂。这时候,一种看上去很简单的投资,吸引了不少人,那就是炒茶叶。 自今年9月开始,广州芳村茶叶批发市场,出现了一款名为昌市茶的产品。由于其价格上涨迅速,且幅度惊人,引发投资者关注。其中有本地茶商,也有外地投资者,甚至还有不少脑子发热的小白。 据媒体报道,昌市茶的第一款茶,昌市天下,开价每提三万一千元,并且很快涨到了七万。随后推出的昌市明雅,每提申购价飙升到了四万一千八百八十八元,之后两个月涨到了六万。 而第五款昌市雄风上市,申购价已经到了每提五万两千元。简单介绍一下,这里的每提,是茶叶的一种交易单位,一提有七片,每片三百五十七克。 也就是说,昌市茶的产品,随随便便美金都是价格过万。 他们家的茶,价格为什么能卖这么高,涨得这么快呢? 因为他们不仅擅长流量炒作,饥饿营销,而且还有托。 昌市茶的前四款产品,都是限购的。散户只能认购,两到三体,有茶商想加入加盟商,但门槛很高。 而出完货后,茶托会不时出现,以高于卖货的价格回购。 有些所谓的托,甚至就是在市场有点口碑的平台。 所以昌市茶的价格天天涨,而参与的茶商也能获利。 一个月下来,每提可赚四五千元。 这使得昌市茶,在持续发布新品的过程中,名气不断打响,人人传唱,变成了方村的顶流。 也成为了当地茶商,每每见面必谈的话题之一。 而真正的转折,出现在昌市茶的第五款产品,昌市雄风。 首先,昌市茶在准备发布第五款产品前,就请了很多明星拍宣传片,为第五款产品造势。 在这一次宣传之后,昌市茶的人气可谓达到了顶峰,微信申购群的数量,以及剑群的速度,令人咋舌。 到了11月28日,昌市雄风正式发布,每提价格,直接涨到了五万两千元,超越了以往所有产品的深购价。 而且,昌市茶从这一批产品开始,不再限制购买数量。 终于,一大批观望已久的茶商,决定上车。 据说参与购买第五款产品的人数,前所未有。 而很多茶商以为,过几天,茶托依然还会慢慢加价回收。 但两天过后,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 茶托们并没有如他们想象的那样,加价回购。 而是统一口吻,四万四千找雄风,有多少要多少。 这次的回购,近低于售价。 而且,仅仅才两天,就跌了八千元。 有的茶商不明就里,不敢轻举妄动。 而部分敏锐的茶商,已经察觉到有问题,只能认在卖出。 之后的剧情,大家应该也能想到。 茶托们不在现身,群里出货的价格,也越来越低。 直至接盘的人,仅开价两千元。 所有的人,才仿佛被一盆冷水浇醒。 数十名茶商,聚集在昌市茶的门店外,高喊着退钱。 而据市场里的茶商统计,涉及此次纠纷的茶户数量,达500人以上。 涉事金额,超过了5亿元。 按理说,这些茶商,应该都是相当了解行业内部的人了。 放在股市里面,好歹也是个机构投资者。 这些茶商能不知道,昌市茶的真正价值吗? 而且,这也不是,方村第一次出现金融茶崩盘了。 广州方村茶城,被称为中国茶叶华尔街,本就是炒作天价普尔茶的中心区域。 据公开资料,每年全国八成的普尔茶交易,都在这个大约22万平米的市场里完成。 因此,普尔茶任何的市场风向,都能在方村市场一览无余。 2017年,高端普尔茶品牌,润元昌的小金干火爆全国,并成为这个细分品类的标杆。 肇市地和爆发地,正是方村。 不同于绿茶红茶,普尔茶有着一保存,且越沉越香的特征。 知名品牌,知名山头,以及各个大厂的产品,往往在方村市场备受青睐。 而庞大的交易量和社会资金,全部集结于方村。 也使得普尔茶,从日常消费品,逐渐走向了金融化。 而在普尔茶金融化的过程中,就不得不提及大一茶的灵魂人物吴远之。 吴远之早年在华尔街和海南证券工作,拥有海归和金融背景。 在其收购蒙海茶厂后,首创推出级别更高的浩吉茶,一举站在了产品金字塔的塔尖。 拿到这类浩吉茶,堪比申购新股。 而随着价格水涨船高,引起了第三方机构,对大一茶产品的价格跟踪,并衍生出了行情走势图。 2012年前后,大一茶开启经销商期货交易模式。 只要有货单,就可以找查克缴纳定金,但不做实际交易。 等价格上涨后,由上一个查克,卖给下一个查克。 买卖这类货单,巨亏和大赚变成常态。 比如曾有一款7542茶饼,配货价每件1.5万元。 但在产品发布之前,期货价就已炒至8万元每件。 将货单当作某种合约,其实就类似期货合约的交易方式。 但这绝非正常的期货交易。 国内目前,还没有建立正规的茶叶期货交易市场。 所以普尔茶在市场的交割,长期游离在灰色地带。 而大一茶,往往产品还未流向市场终端,就出了岔子。 2020年的大一鼠柄,2021年苍结号,斗季冬卓等爆雷事件,频频发生。 每一次,无不是一元级以上资金,被一夜蒸发。 所以,炒普尔茶,在方村是非常泛滥的。 而且,交易方式也在不断迭代升级。 近年来不再以提货单为凭据,形势变得低调。 且金融茶纠纷,大多以明示案件了结。 而今年6月以来,方村市场已经连续爆出三起金融茶案件。 当地警方,均以涉嫌非法吸储为由立案调查。 通常来说,这些金融茶的玩法是, 茶商以一定价格买入干提茶叶。 厂家会在微信群里,先作出承诺。 某个牌子的茶叶,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。 一个月后,已高出买入价格的20%回收。 厂家会在微信群,发布茶叶价格上涨等各种行情信息, 让茶商相信可以赚钱。 前几次交易,厂家都会回购,给茶商甜头。 而后使用营销手段,让更多人参与进来。 一段时间后,盘子足够大。 厂家就不再回收,茶叶价格随之大跌。 价格下跌过半之后,厂家还会出来回收一些货, 让茶商有止损的机会。 业内人表示,通常的操盘时间,将会达一两年以上。 但昌氏茶仅仅三个月就开始收网, 打破了以往的潜规则。 所以,这些茶商,恐怕从一开始就知道, 这就是一场骗局。 只是迷之自信,想着做收割的镰刀。 结果没想到,这一次,操盘的不讲武德, 没把盘子弄大,没有继续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。 这群茶商,以为自己是镰刀,结果变成了韭菜。 而且,这一次是直接一刀切崩盘, 并没有一个慢慢下跌的缓冲过程。 更关键的是,此前这种玩法, 通常还会有个,所谓回购保证。 但昌氏茶这一次,显然是精心设计过的。 回购上涨承诺等,这些字眼就从未出现过。 如果承诺回购,其实跟卖理财承诺收益一样, 有可能作为非法集资,非法吸储的证据。 但昌氏茶这一次,只是发布了价格走势。 似乎所有的交易,都是买卖双方自愿的。 虽然有茶商说,他们私下承诺过回购,但却没有录音。 显然,这种说法很难被证实。 昌氏茶,完全可以持口否认。 而茶商想找茶托问罪,结果有些托,已经找不到了。 有些还在市场里的,也都说自己是为客户交易的。 他们自己也买了很多,也是受害者,其余盖部知情。 所以,在昌氏茶崩盘之后,有部分茶商到公安局报案,希望可以立案处理。 但是警方认为,这是茶商自发的市场行为。 也就是,自己买茶买亏了,现在不服气,想找厂家找补。 最终,事情也只是纠纷,处理方式为调解。 而根据媒体曝光的调解方案,不少茶商手里的货, 要么是折价回收,要么是厂价回收,总之是亏大了。 昌氏茶暴雷后,一时之间,在网上引起关注。 其董事长陈世宏,也被推到聚光灯下。 据公开资料,陈世宏是一个00后的潮汕小伙, 曾在类似的金融茶平台工作过。 所以昌氏茶一问是,就非常的与众不同, 依靠着新玩法,把一个老套路玩出了新高度。 只能说00后成长迅速,五个一说跑就跑,关键还不能定罪。 所以说,不怕骗子懂金融,就怕骗子懂法律。 房村里的老江湖们,被一个00后,玩得明明白白。 但说来说去,利用的,依旧还是他们的贪欲。 借用电影孤注仪之中的一句话, 那些被骗的,跟年龄智商都无关。 是因为人,都有两颗心,一颗是贪心,一颗是不甘心。 所以提醒各位朋友,随着经济环境越来越不好, 骗局也会层出不穷。 不要老想着一夜暴富。 那些看似简单的投资,虽然看着收益惊人, 但风险和收益是对等的。 高收益背后,必然是高风险。 如果看不到风险,那说明你自己,才是真正的风险。 在此前经济上行期,很多人的财富积累, 靠的是清华北大,不如胆子大。 但如今经济下行,必然有很多人, 因为胆子大,而一夜回到解放前, 甚至因此背负巨债,最终走投无路。